在中国入侵者占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 地方政府不定期的检查收集维吾尔人使用的手机、电脑、监听通话内容、控制互发信息和上传图片等 只要发现他们认为有违法内容就将持有人以恐怖分子、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裂分子等罪名逮捕 判长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对此,ATG首席官喀什卡尔对此表示 逮捕维吾尔人是因为他们使用电脑及手机上传普通图片和正常通话 发送相互问候信息而被抓捕 有的判处10年以上徒刑 即便释放也都是怪病缠身,不明原因死去 地方政府以类似方法惩罚无辜维吾尔人群甚至谋杀 这是中国政府多年来专门针对维吾尔人采取的史无前列的灭绝、屠杀政策 3月30日,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压迫和破坏政策升级 增加了新条款 发放38类自我批评表格 中国政府过去也实施并延续反对抗拒和自愿否认主义者为名的压制 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虽没定性为禁语 一旦有人学习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那就是犯罪 必将受到惩罚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厥斯坦的消息 印尼市34岁的阿普通贾发尔去年被逮捕 被关押在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至今 消息称,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阿普通贾发尔 因身患疾病没能及时治疗而丧生 法国铁路工作人员计划进行长达三个月的罢工 现第四次发起西运轮的停工 导致多趟列车停运或延迟 数百万的上班族和游客受到影响 美国总统汤纳德·特朗普的律师科恩 在纽约的办公室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突击搜查 有几份文件被没收 联合国安理会聚集纽约 讨论叙利亚在斗马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 在会议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美国代表哈利表示,将会对袭击作出反应 叙利亚大使出席会议时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离开了会议大厅引起了注意 美国对中共的叙利亚大使 美国'den经历